是的 韦玲 谢谢韦玲 现在我正在女皇道中学计票中心 这里将会点算丹荣巴格集选区一部分的选票 然后选票的成绩会送往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计票中心 就是明治小学 然后才会再送到选举居 刚才在不久前 国人维先党的秘书长陈如斯来到了选票中心进行观察 国人维先党这一次竞逐两个集选区 一个是玉郎集选区 另外一个是丹荣巴格集选区 而且根据我的观察 我发现国人维先党这次对于整个计票工作是非常的认真 他们派出各个不同的候选人到各个不同的计票中心去进行观察 而且陈如斯刚才也表示 稍后在正式的大选计票结果公布之后的一个小时 将会在国人维先党的支部的总部召开记者会 所以我也会赶到那里为大家第一时间奉上他们最新的消息